加拿大的华人亲人 你为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波波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哪位好经纪 今天是2022年11月26号 星期六奴隶11月初三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房市疯涨25年 航班降落时重处跑道路 是多伦多机场取消和延误 尽管让数万人以防疫症 联邦政府将疫苗疾病补贴延长 万景华人区发生强战 大温下注击合 自由车率 威胁国家安全 单元开启具体力量 加拿大房市疯涨25年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25年里 是金科组织主要发达国家中 以及G7国家中 上涨最快 涨幅最大的 在经历25年疯涨之后 加拿大在今年央行 大幅加息 房市骤然降温 很多房东已经开始被迫卖房 在这种买房的加拿大 他们都曾经是房价 只账不叠的观点拥护者 但现在面临困境时 多少人会将不得不跑出房屋呢 到明年3月 加拿大洋行开始加息将满一年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 以低利率或者抵押贷款的人将发现 完全暴露在加息的困境中 借贷成为翻了4倍 全球房地产市场在各大洋行的加息 中央下摇摆不定 少数泡沫严重的国家 和加拿大一样 房价已经急剧下跌了 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也识 从木鲁印象说 加拿大是这场白退的一年者 在繁荣的最后阶段 加拿大飞涨的房价 将创激度的数量的借款燃油 推向了浮动利率抵押贷款 这些抵押贷款比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更便宜 根据政府数据 在加拿大最大的省份额按下列持 另类贷款机构的越战抵押贷款的12% 大量此类借款人变成被迫出手指 可能会给已经在衰退边缘 摇摇摇摇摇的经济带来重迷过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 加拿大房价标识中原意 多年的滴滴率刺激了对房地产的需求 而新冠大流行进一步加剧房价上 但加拿大的房地产繁荣 持续世界相比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更差 增长幅度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 根据牛津大学的数据 随着在其他市场经测着崩溃冲击的国家 也出现了类似的强势进退 但加拿大人对拥有房地产的特殊热情 以及有移民驱动的人口增长 这些因素推动房地产投资 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 这些看似势不可挡的价格上涨 也是房地产成为人为积蓄财富的热门方式 为了提前应对钱的风险 加拿大政府制定了一项压力测试 以避免出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尽管加拿大的基础房价在全国范围内 连续8个月下跌 但市场上房地产数量 人员低于长期肯定水平 利率上涨带来的环贷成为高涨 使得很多加拿大房主不得不从其他方面缩肩支出 甚至最终难以维持黄金额支付 除了房东美个人的家里之外 近几十年来 房地产在加拿大增益中的份额一直在增长 因此一旦房地产时常出现崩盘 或者是其他最大变化 将会给加拿大的整体经济繁荣带来不少的影响 从长远看 加拿大的人口增长是G7集团中最快的 这也保证了加拿大房价下跌不会走得太久 而住房短缺 实际上证明是更大的挑战 新共用的各种平均使其难以跟上所有增长的步伐 因此对加拿大房市崩盘带入并没有那么严重 相反加息直播后 房市的供需锚底 可能能降使加拿大房市的主要权利 航班降落时冲出跑道 周五上午 一架载有130多名乘客的不赖的航空公司飞机 在安盛华特鲁机场冲出跑道 航空公司表示 从温哥河 瑞王基金纳的航班在华特鲁地区国际机场着陆后离开跑道 从现场突然来看 这架飞机似乎降落在跑到附近的一片桥地上 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昨天航空的外人称 乘客们下了飞机 有巴士接待前往侯景楼 乘客和机座人员的安全是我们的十个人 不过 华特鲁地区警方表示 一名乘客因轻微身体伤害 在现场接受了医护人员的事件 没有其他人员受伤的报道 警方表示 机场周边的地区目前仅止车辆通行 根据报道 该航班与周四深夜从温哥华起飞 与今天早上6点25分左右降落在华特鲁 包括机的人员在内 这下波音737飞机再有134人 事故发生后 华特鲁国际机场表示 机场将关闭商业交通 包括取消 从温哥华被往该机场的所有不赖的航班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偏离跑道 加拿大运输暗箱委员会表示 正在部署一个调查项目收集信息 评估这一事情 无重大伤亡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伤 大物指多伦多机场取消或烟雾 多伦多皮尔森机场24日 以浓雾笼罩大多伦多地区 导致多个航班烟雾 或完全出现 25日已经恢复正常疫情 加拿大环境部发布大物警告 GTA部分地区晚间受影响 而其他地区警告较早事宜解除 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表示 以减少地大航班力量 以维持大物天气中的运营 25日发布大物警告表示 共有8%的航班以天气而取消 但建议旅客注意每年此时的天气 尤其是东海岸 沿线天气都会影响运营 加拿大航运部表示 刺激在大物行驶时 应保持坚速 并随时准备在能源度降低时停车 毕计本周末大多伦多地区气氛可能会升 周六天气强朗 毕计气氛将达到90度 周日夜间将下 多人都将一脑获达适合 新冠让数万人患上抑郁症 一项医学研究发现 大约有1%的加拿大长者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第一次患上抑郁症 这意味着加拿大有数以万计的国民 在新冠期间经历抑郁困扰 另外 由于生活及工作深受疫情影响 前途并不明朗 经常失眠导致精神不佳 这条距离令新增负能量无法释放 后来被这那位情绪及犹豫症 现在仍需要不要帮助生命 医生告知情况严重 或会患上抑郁症 一项针对2万多名50岁和以上的 加拿大过敏的调查研究 近日在国际公共卫生期盘行表 数据显示 许多以前 稍微患过心理问题的长者 在新冠期间患上抑郁症 患病人数普遍激动 多伦多大学医学研究员24日表示 新冠大流行对以前精神健康的长者人群 造成巨大的心理巡视 许多长者在疫情期间 经历经济困难 孤独感以及家庭冲击等问题 从而导致心理健康下降 研究人员还在调查受访的参与者中 近一半在2022年的秋季处于抑郁症 疫情更会影响患有抑郁病史的人士 研究数据也发现 患有脉性疼痛的加拿大长者 在获得成为治疗 药物治疗或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 遇到亏惊 他们在2022年秋更可能面临抑郁症 另外在疫情期间 忍受的家庭冲击的成年人 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 联邦政府将EI疾病补贴延长 加拿大就业部长周五宣布 联邦政府将把就业保险疾病补贴 从15周延长至26周 从12月18日开始 申请一案的员工 将用资格获得优厚的福利 支持者称赞尊举 但尊促政府兑现其 对该系统进行更大的改革的承诺 部长在参观位于温哥华的 加拿大癌症协会中心 曲率会中心室宣布了这一消息 部长表示 太多的工人支付了工商保险 但当他们的病毒很重 当他们有伤病需要恢复时 15周的补贴 不足以支付他们所受伤的时间 我们知道这一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像这样的组织 一直在创造增加EI疾病周的数量 就联邦政府监管的 私营部长员工的 无形病假 对长期限 也将从周日 从17周延长至27周 这一改变 将确保这些工人 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中 复得足够的无形假期 以获得延长的EI疾病津贴 从2022年4月1日起 联邦政府监管的 私营部门员工 将开始每年 记得最多10天的代替病假 9月 部长见了劳工领袖 更承诺 年纪将EI疾病 辅队从15周延长到26周 这一变化 在2022年的预算中 特色的体现 万锦华人区发生枪战 周五下午 万锦市居民区发生一期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在与警方的互动中被枪毙 一名男子受伤 另有两人被逮捕 警方证实 与嫌疑人发生枪战 现役警察正在调查一期 持枪入手抢劫 安审特别调查校图 现已介入调查 该机部负责调查警员 在导致死亡 重伤或涉嫌性侵袭 犯罪的事件中的行为 SRU已前往 位于16届 可恶的报应附近的 释放线进行调查 据行 其中一名男性嫌疑人 携带着武器 约克区警察局的发案来表示 这起发生在早上 7点左右的枪击事件 警方在现场 向两名 在前陆势 强劫的男子开枪 其中 一人当场被宣布死亡 一人受伤被送往医院 目前情况已定 警方还在现场 逮捕了另外两名嫌疑人 包括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警方证实 三名嫌疑人的年龄 均因为26岁 但没有提供死者的年龄 大温下周激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预测 一个强大的太平洋 逢面运势 将于周六晚些时候 影响 陆系南部内陆地区 它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雪 和强风天气 会在很大范围内 影响民众出行 相关部门预测 这次降雪 会被交通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可能导致 山口重新变得非常困难危险 根据目前的气象云图 预计周六晚上的 渲染海打落 越是沿海的山口 相关出行计划的司机 必须注意 届时很可能会出现 每小时60公里的这些 造成吹雪效应 道路能见度非常低 加拿大环境会警告民众 恶劣天气象 路况非常长 此时出行危险系数突增 从周日开始 有一股北极寒冷来吸 这股东西会迟移到下周一周 会出现很多降雪 降雪量超过5厘米 下周气氛会很低 现在最高气氛都不会超过冰点 且持续时间长 至少会迟移到下周 自由车率 维披国家安全 加拿大总体做得多 若不是出席的加拿大公共秩序 这些紧急委员会听证会 在公众高度期待的 这场听证会 特别的坦率而直白地表示 决定颁布 前所未有的法案 结束自由车率的抗议活动 一个传心因素是 去年冬天 策略抗议活动 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经济和暴力两方面的威胁 在他怀疑紧急状态法之前 农历办公室的其他内阁成员 无法提供任何其他接待方法 来结束矿日持久的失业活动 他担心 如果不这么做 后国家不肯设计 特鲁多在清证库上表示 我们一直听说有一个计划 建议大家看看那个计划 根本就不是一个计划 我听说 不要是利用联络官员 多小抗议活动 抗议者故意把儿童当作人员 这对大事小孩坚弱的孩子来说 是一个真正的待遇 人们不知道卡车里装的是什么 是孩子还是武器 或者聊天都有 他认为在计划抗议的人群中 看到了费怒 让他想起联网选举期间 看到了费怒 我敢说 沃泰华的公民 已经习惯了政治活动和国会事案 这一些问题上的抗议 但这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打破了人们的宁静 这不是普通的政治抗议 从阴戴口罩 是出的恐吓 不骚扰的人 到嫂然父亲流浪者出公所 和石流所的 对人担忧的故事 都为吉祥本人 在一定程度上不幸的是 我们在竞选期间 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 汇率和天气预报 11月26日的汇率是 100加元大概兑换 535.6元人民币 明天 11月27日的天气预报 卧太号 1度到6度 有雨 多伦多 3度到6度 有雨 温哥号 0度到6度 雨转多雨 北北克 1度到3度 雨转多雨 卡尔加里 零下12度到1度 有雪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中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此频道